下一個一樣 我一直在想 我們支持交通建設 需要的經費 我不客氣講一句 台鐵要經費 鐵道局要經費 我們在立法院都全力支持 但是我們在幫納稅很把關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問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錢到哪裡去了 錢灑下去 有解決問題嗎 結果上個禮拜 桃園機場難跑道 又出現破洞 香港的蘋果 既然 標題是下 有旅客說比第三世界國家都不如 當我們在拼觀光的時候 在拼經濟的時候 給世界的形象 是這個樣子 我看到桃機啊 包括今天出來的都是說 因為跑道很舊了很老 這個我了解 如果從以前很舊很老 到今天是這個樣子 大家都可以了解 但事實是這樣嗎 來看一下 2015年南跑道30億 北跑道23億 總共花了53億 總統 副長 興高采烈 這種剪採的場合 大關聚會 然後呢 剪採完了以後呢 剪採完了以後 2015年10月 搞到長榮的飛機 因此受損 跑道有坑洞 飛機受損 賠了好幾百萬 還不是只有這個樣子 監察院去年年底 12月調查報告 南跑道49件 南廠滑行道 跑到旁邊那個滑行道 296件 花了30億 做什麼豆腐渣工程啊 部長 這個問題你不會到今天才第一次聽說吧 我都有在掌握 而且請我們黃鎮士啊 昨天也跟陶基公司 針對先前 因為他採取的工法 在這個是比較 我直接問一個問題啦 今天推到工法齁 我就沒辦法接受了 當初怎麼設計怎麼評估的 拖完了以後 才跟全體國人講說 我們非常抱歉啦 花了30億 原來是一開始的工法有問題 我單刀直入問一個問題啊 30億的工程到今天驗收了沒有 應該是去年的部分有驗收 去年有驗收 我直接跟部長講啦 我把後後的所有 南跑道的合約 相關的文件 我都去跟交通部調來 我調來看了以後 2015年2月 旅約喔 算是完成了 開始用 結果到2017年8月的時候 說完成驗收 結果2017年8月 上面寫完成驗收以後 來看一下 2018年 我上面 黃色螢光筆的字 可能太小 院長部長看不清楚 因為太多了啦 你只要是黃色螢光筆的 全部都是厚度不合格 那我現在只有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驗收以後 還有這麼多缺失 厚度不合格 當初怎麼驗收通過的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工程 是在104年的時候 那時候進行 這個我知道 好 那為什麼採取了這一個 第一次用這樣的一個工法 這種是比較屬於短期 而不是跟著 就是說對機場來講 花了30億喔 花了30億 2015年開始用 2015年10月就出狀況 然後總共維修好幾百次 2017年號稱驗收 2018年還出現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跟委員說明就是說 不好意思喔 我直接請教院長 好 院長你可以接受嗎 不能 不能接受嘛 院長你可不可以承諾我 這件事情就責徹查到底 這一件事情 現在看這樣的情況 那這個在當年 是怎麼樣規劃這種工程公法 是怎麼樣子完成 然後怎麼樣子通過驗收 我請交通部臨部長 整體查明清楚 該負責任的追究責任 部長需要多久 我要在五月 我這樣想五月一號之前 我們會提出一個提檢報告 我再說一次喔 關西國家門面的這些公共工程 該給的預算 立法院從來沒掃過 這個不是關西門面而已 這個關西安全 院長講得非常的好啊 關西安全啊 從2015年到現在2019年啊 30億丟下去 結果到今天還是這個樣子 誰能接受啊 對於這個工程跟驗收 當中可能的問題 尤其是 院長我最後講一句話 我相信你的魄力 這件事情 徹查到底 再做一次莊嚴的承諾 可不可以 可以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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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